旺角的暴動案 已經審結 辯方包括梁天琦大律師 在法庭上為梁天琦求情 因為其中一個暴動案的罪名成立 但是煽惑的罪是甩掉的 另一宗暴動 在另一個地方的暴動 也是黃國安的另一條街 也脫罪了 連同先前承認的襲警罪 換句話來說 他需要坐牢的機會幾乎百分之百 差在刑期長短 這個階段有關於被告人 這群被告人的大律師 在庭上為各個被告求情 在這個求情的過程中 有很多政治案件 包括被告自辯或大律師求情 都有一些政治上的看法 即是說除了法律技術上 法律技術上 究竟可否輕判 有很多宣言的可以這樣說 即使不是政治罪 即使他這個行為 即使被判到罪名成立 究竟是否所謂情有可原 大律師也在庭上說了很多 有關於他們自己的年代 可能比我稍晚一點的一段時間 和今天梁天琦的年代 面對困局有什麼不同 大律師也做了很多自責的事 成為了這幾天在報紙上 這方面很大篇幅的報道 我認為這些內容是值得大家參考的 究竟所謂旺暴案 旺角的暴動案 有些人說是魚彈革命也好 有些人說是騷亂也好 究竟整個起因是什麼 來論去脈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否只看見 在畫面上看到暴力衝突的場面 群眾有扔石 而警察亦揮警棍打他們 就等於在這件案的全部 有沒有背景 什麼情況下 促使年輕人出來以身示範 我覺得無論如何是值得討論 我不是贊成用暴力手段 即使你對社會記不滿也好 我也不贊成用暴力手段 除非你宣佈了 宣佈了這次我這個行動 是一個武力推翻政權的行動 大家會否跟進你參與 你是不是要面對法律的制裁 是另一回事 即是說這次案件 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例如動機是怎樣的 前因後果是怎樣的 其實梁天琦沒有做一個充分的交代 那案件就等官員這兩天 假期之後做一個判決 但是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陳婉嫻 陳婉嫻大家知道他公聯會出身 根正苗紅 有人說他叫做開明左派 當然也有人不敢恭維這個名字 也不會認同 覺得他開明是扮出來的 無論如何 他對於香港社會的很多議題 相對地比極左的人比較理性 這也是大家起碼認同或者接受的 他日前在免費報紙的專欄中評論 有關於旺角暴動案審結 他提到不少人近日為梁天琦求情 又有人為其求情說 因為梁天琦離開香港去讀書 讀短期課程後回來 梁天琦大可以不回港 但她主動回來 總之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要為年輕人求情 不過她不同意 陳婉嫻說 作為街頭運動的發起人 應該作好被捕甚至入獄的準備 陳婉嫻說 年初二旺角騷亂 是屬於會搞出人命那類 因此要作更大的心理準備 衝動是年輕人的特質 然而衝動不是沒有節制 亦不是沒有原則 是出於愛護國家 保護民族 對抗敵人的衝動 利益歸於人民 這樣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當衝動是針對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國家 又或者是被人有心人煽動 傷害人民 則沒有包容的餘地 有人將旺角的騷亂或暴動 和六七年的暴動 左派稱為反英抗暴 做了比較 陳婉嫻說 當時社會腐敗 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 充斥著 歧視欺壓 前輩們 即是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 左派包括工人 包括教師 包括學生 出發點是貧富大眾的利益 我看不到今天這兩個字背後的意義 能夠和那些年相比 他說 年輕人因為衝動犯法 感到可惜 可惜的是把年輕人 牽進抗爭狀態的人 卻並未得到任何懲處 這就是曾經做過立法會議員 現在她的銜頭是工聯會的榮譽會長 林鄭委任她做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陳婉嫻 在AM730專欄寫的文章 這個專欄寫了之後 當然引起很大的反響 反響有很多人身攻擊 很多情緒的反應 你知道我心直口快的頻道 這個頻道很少 從來不會這樣說 有都是極少 很情緒反應 又或者是很人身攻擊 我也是一個說道理的人 不如我們做一點比較 兩次的暴動 雖然左派是反應抗暴 但六七暴動是香港人公認的說法 旺角的蘇聯暴亂魚蛋革命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這個性質是怎樣的呢 因為梁振英出來一錘定音 說這是暴亂 一般人的說法就叫暴動 一個就發生在1967年5月到12月 即是說整境超過半年 有七個月的時間 工聯會或者左派教師的組織 學生的組織是發動的 叫做港狗 新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他們叫做鬥委會 旺角的蘇聯是2016年2月發生的 圍善可能超過24小時 不知道有沒有 十多個小時 發動的人 發動的組織是本土民主前線 大家知道事件的起因是 因為一個勞之糾紛 在新木崗的人造花廠的事件 一個勞之糾紛 然後蔓延到全香港 當時亦有左派發起全港罷工罷市 因為在人造花廠事件中 港英的防暴警察打傷了不少工人 拘捕了很多參與者 然後演變暴動 四周都是菠蘿 造成嚴重傷亡 有商業電台的播音員 林彬和他的包弟 被暴徒活活在車上燒死 還有很多炸彈炸死無辜平民 當時炸彈炸死無辜平民 最有名的包括清風街的兩姐弟 原來我的朋友羅恩惠 是詩詩的檔案導演 也發掘了很多 在當時的報章 有很多小朋友被炸死 真、假、假、假加有8074個 真、假、坡羅有8074個 真正炸彈炸死人的 1,167個 旺角的暴亂或騷亂 是當年農曆之前發生的 因為小販被食環驅趕 本文前號召人到那裡升門 結果爆發衝突 示威者向警方扔磚頭 焚燒集物 甚至有人企圖放火燒的士 警察於是向天開槍 最後演變成騷亂 剛才提及過 持續時間到67年的12月 旺角的暴動 到67年的12月 周恩來 要求左派叫停 八個月了 八個月 旺角的騷亂10小時 即是沒有24小時 只有10小時 死亡人數 六七的暴動 52人死亡 包括11名警員 一個駐港英軍拆彈專家 一個消防員 八名市民和幾十個工人 802人受傷 旺角的騷亂125人受傷 每人死亡 被捕的人數 六七暴動是將近2千人 1,936人 旺角的騷亂68人 我不知道陳婉嫻有沒有看過 這些數字的比較 陳婉嫻在他的文章中 他的重點是說什麼呢 他說衝動不是沒有節制 也不是沒有原則 如果出於外護國家 保護民族 對抗敵人的衝動 利益居人民 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當衝動針對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國家 或者有心被人煽動 傷害人民 就沒有包容餘地 很明顯 他這篇文章 我們不能夠 out of context 前者說可以包容的 就是六七暴動是可以包容的 後者說旺角 你說他暴動 暴亂 蘇聯等等 他認為是不可以包容的 原因是六七年 因為出於外護國家 是保護民族 對抗敵人 利益歸於人民 所以可以包容 旺角這一篇 就是針對自己民族 自己的國家 被有心人煽動 傷害人民 所以沒有包容餘地 我們很平心靜去看這個問題 沒錯 雖然當時是年輕人 九歲十歲 後來我看很多 當時發生的事的資料 或者背景 我看香港的歷史 我不是只看那件事的過程 一定要看 你看歷史 看遠恩近印度火線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六七年的暴動 的確 那個起因就是 港英政府的工業統治 再加上資本家對工人的莫述 當時什麼勞工的法例都沒有 沒有勞工福利 教育也很差 很多同工 我聽那些前輩說 或者親戚說 他們七八歲 十歲 十二歲以前 已經要出來工作 很多同工 而且住屋 大部分 例如小弟都住過 山邊沒有屋 大部分都住在房屋 而且火燭等等 經常都會拿人命 會燒死很多人 是處於一個極度貴乏 而且極度壓迫 你逢你有勞之糾紛出現的話 你根本是絕對無法贏的工人 一定是警方 政府站在資本家那邊 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再加資本家的壓迫 是非常之厲害的 所以發生這個 人造交差 交花廠事件 人造交花廠的勞資糾紛之後 可以這麼說 變成聲火鳥軟 有很多其他工人 所以變成一場工人運動 這是整個六七暴動的 其中一個我認為 我認為 可能是社會背景的起點 如果說社會背景 或政治經濟的背景 就是這個背景 但是陳婉嫻 在她這篇短短的文章裡 我不知道她故意 還是可能不記得 你看很多歷史資料 大家都知道 在人造花廠 1967年5月 人造花廠出現勞資糾紛 有罷工 有防暴警察來打工人 拘捕工人 之前的大概是五到六個月 即是1966年年底 澳門已經發生了事 是一場很厲害的 由左派發起的 針對澳浦政府的暴亂或暴動 當時澳門政府跪下 著名的123事件 跪下 所以影響澳門政府 對澳門的管治 幾乎綁著手 什麼都不做 左派完全佔上風 當時香港的工聯會 再加上左派學校的學生老師 已經帶隊去澳門取經 打算回來香港是大幹一場 簡單地說 1967年暴動不是一個偶發的事件 是一個有計劃 有組織 有圖謀 將澳門的情況 百分之一百 翻版來香港的一次事件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為何要這麼重要 澳門發生的123事件 背景就是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已經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然後蔓延到澳門 然後下來香港 換句話來說 這場所謂由資本家壓迫工人 港英的警察壓迫工人 的勞資糾紛 結束蔓延全香港 不是純粹 是本地的社會經濟原因 是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延伸來香港 想著 用這個方法 要港英政府 他們當時有個口號 港英政府如果不低頭就要走投 不低頭的意思 低頭的意思就是學足澳浦政府 要簽一個認罪書 然後有很多政策的決定 要由左派決定 當時整個想法就是這樣 甚至到後期 想著解放軍過河收回香港 後來負責港澳政策的 包括周恩來在內 大家知道香港 49年之後不收 一直都不收 就是講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方針政策 一直堅設外需 所以就不收 好了 陳婉嫻 她不是不知道這段歷史 縱使 對一萬步來說 1967年暴動的邵欣 是因為勞資糾紛 是因為資本家 壓迫工人 但是後來發展下來 剛才我說了多少 8074個真假炸彈 1167個真炸彈 炸死這麼多人 包括無辜小小的小朋友 我想問 我想問 這些所謂 他說不是沒有節制 不是沒有原則 這些是否出於外護國家 保護民族 對抗敵人的衝動 利益歸於人民 我想問 這些炸彈狂潮 用今天的術語來講 叫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遍地開花 這些炸彈狂潮 是否出於外護國家 保護民族對抗敵人的衝動 這些是否衝動 如果曾經認識歷史 不會閉著眼睛 對於他們不認同的歷史 完全不看 這些炸彈是哪裏做出來的 在左派學校的實驗室裏做出來 去擺炸彈的人 是很小的小朋友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否出於外護國家 保護民族對抗敵人 你就可以濫殺無辜 我想問 陳婉嫻是否故意忽略這段歷史 這段濫殺無辜的歷史 你說 這群年輕人 旺角蘇聯的時候 是針對自己民族 自己國家是被有心人煽動 我想問六七暴動的時候 你是外護國家 保護民族 這群年輕人 有些很小的小朋友出去放炸彈 都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些是什麼 是否被有心不利用 被有心人煽動 你是出於什麼 那是否殺了自己的同胞 寫著炸彈 寫著同胞的密近 結果有些沒有寫的人 小朋友當作玩笑 炸死了 那些是否出於保護自己的民族 愛護自己的國家 陳婉嫻有沒有 很細心把六七暴動的歷史 從頭到尾看一次 然後自我反省 他說這番說話 其實那個道理 在不在 是否是一個切頭切尾的歪理 六七暴動 當然有很多年輕人 被捕坐牢 所謂未夠稱 所謂的 我們叫做YP 就是 Young Prisoners 因為有這個案底 影響了他們一生 如果大家看檔案 都知道他們很艱難困苦 可能會有一些 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 但有些很努力 做了大學教授 或做了專業人士 無論如何 他們的路很難走 這班在前線裡 很多是年輕學生 有些人被炸斷了手 一輩子對當年的事件 是隻字不提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的陰影很大 完全不堪回首 對當時的情況 梁天琦的本文前 她是前發現人 在這次旺暴案裡 抓了80多人 60人的問題 審訊判刑 梁天琦現在等法官判決 如果我們當梁天琦 是旺角暴亂案的 其中一個主要人物 她就非常清楚 cris 是嗎 你非常清楚 имость有頭 是她主的人 separated 是主犯 而我問六七暴動的主犯呢 工聯會 當時的鬥委會主任楊光 拿大紫荊勳章 沒有任何刑事的後果 那些YP仔 被拘捕的 被拘捕到監倉 拘捕區留所 被當時的國英警察獨打 被拘捕 有很多人為政 受傷 但是最重要的人物 那個策劃者 拿大紫荊勳章 有人為他說話的 整件事不關他的事 只是掛名 他懂什麼 工人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新華社 地下黨才是真正的策劃者 回到大陸 什麼事都沒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是真還是假 我只是想說 如果你兩者做比較的時候 我想問 是不是為了民族 為了國家 殺了人 殺害了無辜的同胞 不止一個 OK 就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也不需要受法律制裁 只要我給你一頂帽子 說你針對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國家 你就要抓他去坐牢 對今天年輕人公不公平呢 我不說誰穿誰不穿 是不是 到今天 我還聽到一些 真的想吐的回應 例如說 林彬 林彬 林彬真的不知道 還沒有抓到人 是否我們左派做 真的不知道 沒有投公案 我還聽到這些說話 炸彈 炸彈是不是我們放的 會不會港英政府插裝架 清華街的兩者弟 沒有理由 我們很多左派的高層 在北角出入 沒有理由把炸彈放在那裡 我還聽到很多 令人作嘔的想推卸責任的說法 OK 這些不是漂白那麼簡單 這是將黑 硬硬 咬成白 其實不是白 他四周告訴別人 以為別人相信他 他自己是白 他自己是清白 對不起 幸好今天 我們這一脫人 還在 那些報紙當年的報導 還在那裡 當年的當事人參與者 還一直接受訪問 將這個歷史還原出來 OK 我們希望 有很多人當然想 那個檔案消失 令大家忘記這段歷史 於是可以混淆視聽 但是 幸好 很多有心人 窮盡了很多時間和精力 將歷史還原出來 造成紀錄片 OK 大家可以 有畫面 有聲音 有當成 訪問 有文件 有些從來未公開過的內容 給大家看 起碼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 看看當成歷史真面目 不要讓這些人 將 黑 白 講成白 將是一隻腦 講成一隻馬 我希望 我經常都這樣說 鬥爭是什麼 鬥爭就是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對於獨裁政權來說 如果大家看過1984 他們用盡任何方法 去將歷史篡改 希望你的腦都改了 永遠都是記憶 與遺忘的鬥爭 希望大家 記住 歷史事實是什麼 不要讓這些歪來 說一千次 這些謊言 大家就順而為真 這是最重要的 呼籲大家 有一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這樣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 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系香港 他們在海外都是 很支持我 亦都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是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 你去到 用網絡版就看到 用PayPal 月定的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可以一次過 通過PayPal 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 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有一個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